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Tina Hello 袁醫生 Hello Tina 你好 我們上一集講了關節炎 又講了西藥 如果用西藥治療關節炎 它有什麼副作用 也講了營養補充劑 如何可以幫助 今集我們繼續講關節炎 今集我們會講一下 用自然的處理手法 如何可以好好地處理關節炎 對 我們上次最後提及魚油 我相信有些聽眾 聽過之後 感覺到自己是吃素的 通常都不吃魚 怎麼辦呢 上次我也提及 其實除了魚油能夠製造的 所謂叫做EPA和DHA 我相信你外面人 買這些魚油的資料標籤 都很強調EPA和DHA 這兩種脂肪酸 其實其他植物的油 例如阿麻子油 南瓜子油 或是蝦桃油 其實都有含有很豐富的 就是ALA Alpha Linolinic Acid 這些油的身體 可以改變成EPA和DHA 所以不是說唯一處理關節炎的阿米加三油 是魚油 有其他的植物油 都一樣可以幫助 或者一樣有這樣的效果 好啊 素食朋友可以試試 不用擔心 這方面 除了阿米加三油 現在我們大家也聽到 市面上有阿米加三 阿米加六 阿米加九 369 這些都聽得多 除了我們說阿米加三油很好 阿米加六油 我們怎樣看呢 在處理關節的問題 我們要著重一點 就要盡量減少阿米加六的油 因為阿米加六的油 是屬於觸發關節炎痛的油類 因為阿米加六是傾向於出眾 或者引發炎症 而阿米加三的油 是將它中緩或減低的油 但你也知道 其實所有食物裡 都有三六九這種脂肪酸 所以問題就不是說 可不可以完全消除阿米加六油 所以阿米加六六的油 身體是必需要的脂肪酸之一 我們不可以完全沒有 只不過我一定要平衡 OK 即是在比例上 要怎樣去控制呢 是的 當我們的平衡出現問題 我們很多這些身體會出現一種荷爾蒙 相似荷爾蒙的物質 叫做Ecoseno 中文翻譯叫做淚花生酸 或者淚亚軟酸 其實英文叫做Ecoseno 這種是很高的消炎物質 好了 數以古時的食物 數以千年前的食物 大部份食物在天然的狀態 我們的食物 通常是可以說 阿米加六和阿米加三的比例 通常是二對一 但今時今日的文明人的食物 比例已經變成二十對一 所以你看到那個問題在哪裡 我們都很強調 鹽症是很多疾病背後的根源 所以不單止是關節炎有些問題 如果這些炎症出現得多 它會增加我們糖尿病 心臟病 Alzheimer 老人那種問題 以及關節炎 所以很多這些我們所講的資料 其實不單單是處理關節炎的問題 是很多其他食物都有的 好了 你會問有些什麼食物呢 阿米加六的油是比較多 我們要避免這類的食物呢 那麼在現在文明人的食物裡面 阿米加六的成份 通常是精煉過的小物的產品 或者便宜的植物油製造的 即是那些所謂叫做不飽黃 多不飽黃脂肪這種植物油 包括粟米、黃豆、棉子油 Cotton seed、紅花油、Sat flower 葵花子、Sunflower 還有菜油、Canola 其實這些油其實都是屬於這種不好的油 因為它的阿米加三、阿米加六是太高的 好了 如果我給你十種食物要避免的食物 因為它是阿米加六的特別多食物 那有哪些十類呢 第一就是所有那些所謂精煉過的植物油 所以很多時候的人很怕 就是很怕所謂動物油 打算它那個蛋糕唇膏 其實是很錯的 因為真真正正是傷你身體的 是很多這些所謂精煉過的植物油 譬如我昨天所說的 Canola 菜油 紅花油 Sat flower 葵花子油 還有粟米油 這些全部都是一種不好的油 所有用那個所謂 microwave 處理過的那些粟米 那些爆谷 你知道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人喜歡吃爆谷 很流行買一包回來 那些是粟米來的 裡面就有所謂的 加多些牛油 其實這些牛油的味道 其實不是真的牛油 那些用那些麥克風 用那些麥克風 用那些麥克風 是將它爆谷的 這些爆谷 這些千萬也是很壞的油 OK 所以有那些第三類 所有那些所謂的快餐食物 通常包括煎炸 用油炸的 Deep Fry 那類的食物 第四 大部份這些 沙律醬 沙律油 沙律 dressing 商業製造 這些製成品 通常都是很多這些 不好的油類 有些人都以為好 即是有些人吃的 Energy Bar 即健身 或者長跑 那些人就會帶 Granola Bar 和Energy Bar 其實這些通常都是 一種不好的油製造性 當然 薯片 Chips 還有餅乾類 Cracker 這些全部都是精煉 Process Snack 這些零食 大部份都是不好的 還有那些Baked Goods 高點 餅乾 Coffee Cakes Cookies 這些多數都是不好的 還有那些 第八 就是那些 Mayonnaise Mayonnaise 是那些 沙律醬 植物油做出來的 Mayonnaise 用來做的沙律 拌下去的 第九 就是Virgie Burger 整個製造的Virgie Burger 過程裏面 有很多這些不好的油 出現了 第十 就是所謂人造牛油 Margarine 很多人過去以為 哎呀牛油 脂肪太高 飽和脂肪太高 會增加你的蛋固醇 很多人以為 不如轉來吃那些人造牛油 Margarine 其實基本上 是用那些植物油 經過一個製作過程 將養的分子 加進去 將它由油的液體狀態 變成固體狀態 做出這些所謂人造牛油 這個絕對是要避 這是認真 不好不好的東西 好了 除了我上述所說 這些食物 你盡量要避 要加多些什麼食物呢 加多些新鮮的水果 新鮮的蔬菜 米加三的魚 當數是瘦肉 還有小豆 扁豆 豆類 還有完整的 whole grain 這方面的食物 都是很好的 有些人說 哎呀我去出街 看電視 看電視 很喜歡吃零食 有些口癢癢 其實你吃些什麼呢 如果是需要吃 吃些柚子 吃些種子 是不是南瓜子 現在很多這些健康食品公司 都有很多這類的 就是完整包裝過 它不會用油炸 可能用風乾 背乾這種方法 好了 還有一些高質素的肉類 其實都沒有所謂 除非你是素食者 你就不喜歡吃這種食物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 其實吃多些有益的食物 是比抗痕吃那些沒有益的食物 始終你都想吃東西 口癢便吃些有益的食物 不用說那些不吃那些不吃 深思思 這也不是一個這麼有效的方法 有益的食物都很好吃 吃得多些有益的食物 其實你就不會這麼深思思想吃一些垃圾食物 是嗎 是的 油方面我經常說 有麻辣 我經常用沙律油 沙律醬做好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簡單單的沙律醬 都很香的 那這些全部都是抗炎的油 是的 其實除了食品之外 有沒有什麼飲品 可以幫助我們抗炎性的呢 抗炎性的呢 至少關節炎方面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的關節有軟骨 軟骨百分之八十都是有水的 成分水的 所以當我們的關節退化 通常是慢慢脫水了 慢慢是乾硬乾化了 所以飲品很重要的 飲品除了水之外 有一種飲品其實是5000年歷史的了 大家都很多人經常都喝的了 但原來這什麼飲品呢 是一些綠茶 日本人也知道 日本人有喝綠茶的習慣 原來綠茶是有一種抗氧化劑 叫做EGCG 這個英文是 Epergallotectin-3-galli 簡單來說就記得EGCG 原來它那個抗氧化的成分 是20倍綠他命C 所以對於抗氧那些油尼基的破壞 差不多是首選的工具之一 那麼 這個是一個最近的這方面的研究 都很多 好像我曾經所說 其實很多時候 綠茶不單止對關節炎有幫助 對很多記憶的問題 心臟問題 糖尿病 其實很多很多這些 所謂的文明人的通病 都很方便的 都有幫助的 除了綠茶之外 還有什麼呢 就是薑 薑 薑 其實對關節是特別好的 薑含有一種叫做Gingero 或者叫做薑素 這種的物質 跟一種西藥 是一種非類固醇的燒原藥 那種西藥 在化學結構上很相似 叫做Gingero 其中有一個在Miami醫學院 做了一個實驗 就被一些關節炎的病患者 叫他吃薑 每天吃兩次 發現他那個止痛減痛的作用 比一些所謂消炎藥更加有效 另外有一個研究 有兩個分開的研究 藍蟲的研究 醫生發現 那百分之七十五的關節炎的病人 還有百分之一百 就是肌肉軟酸痛的病人 就吃了這個薑之後 會減輕痛楚 減輕關節的腫脹 吃了薑之後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兩年半的藍蟲的研究 他用的薑粉 很多時候大家都在廚房 除了泊薑、薑汁 只用薑粉 就用一些有雷風濕的關節炎 以及骨質性的關節炎 他發現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五的病人 的痛楚都減輕了 以及腫脹都減輕了 也沒有任何副作用 那很好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薑的成分 其實是抑制COX2的活動力 大家知道COX2是促進炎症的 其中一個身體的物質 還有其中一個叫做TNFA-alpha TNFA-alpha 這些全部都是促進炎症的 在臨床的實驗裡面 發現原來薑是可以抑制這類的物質 可以解釋為什麼有幫助 有些人會問 那吃薑 我很怕辣的 那吃多少才有幫助呢 那發現呢 如果你用薑粉 或者新鮮的薑 其實兩三茶匙一日 其實都已經有消炎的效果了 當然有些人喜歡 有時候冬天 可以沖些薑茶 拍些薑 這些也可以幫助我們腸胃 腸胃不適 作偶作悶 發現有些人會用薑茶 有些胃寒這一類的問題 用薑茶也有幫助 那熱的人能否喝薑呢 其實都可以的 始終份量問題 薑是暖胃的 所以就算你這個人很熱底也好 你都可以 但當然了 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怕的 那算了 那就用回綠茶 那你可以綠茶裏面 再打些薑汁 是不是 想了很多 好了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石榴 現在出現了 最近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石榴這種水果 在聖經上都已經有提及 最近來說 發現石榴的功效是驚人的 就是它發現它是可以減低 那個那個動物的那個 形成結塊的那個問題 那個RR3 減減就是 即是扭轉那個那個 那個前列線癌 那 因為它有很多很強的抗氧 抗氧化劑呢 還有消炎的那個那些成分 是可以抗氧化劑那個關節 那個軟骨的那個問題 那 好了 曾經呢 在克里芙蘭大學 是Case Western University 在克里芙蘭大學 在克里芙蘭大學 有一間叫做Case Western Reserve 這間大學 就曾經是將 將那些受了傷的那些軟骨 那些組織 就浸了 用那些石榴汁去浸它 那發現呢 它會減低 是一種 即是 會促進鹽症的一種的酵素 那樣 所以這些在實驗室裡面 都做過這方面的 那好啦 那要喝多少呢 石榴汁喝多少呢 它發現呢 差不多兩盎司的 即是沒有加糖的 一天喝兩盎司 兩盎司很小的 四分之一杯 其實已經有幫助了 是否可以每天喝的呢 是 絕對可以每天喝的 那有些人說 我怎麼買呢 始終石榴汁的本身 一百分之一百的石榴汁 都比較少的 即是它可能會混合其他 其他果汁 加些甜味 那樣 所以你就買的時候 就小心看看 是吧 因為它可能呢 有蘋果汁 有什麼 一百分之一百的果汁 就不是代表那瓶 就全部一百分之一百 都是石榴汁 只不過石榴汁的部分 就真的百分之一百的 那有時候大家要小心點看一下 是 有標籤 本身完全是用石榴汁 其實味道可能都一百分之一 好了 那除了石榴汁之外 還有一種什麼的果汁呢 就是車梨子汁 那大家知道車梨子 最出名的就是 處理那些所謂 雷豐濕那種關節炎 那大量吃就可以了 車梨子汁 昨天有一種天然的抗炎的物質 叫做什麼呢 叫做花青素 Anphocyanins Anphocyanins 這種是花青素 還有其他這些 C杂 Flavinol 這一類的物質 那個消炎的功效 那個機制 就跟阿時不靈 和非類固醇消炎藥 減痛的方法 那個Pathway 我們叫做 發炎的Pathway 是很相似的 其中在米茲金州立大學 在米茲金州立大學 發現 如果吃10粒 吃10粒的車梨子 那個止痛的效果 就等於1粒 或者2粒的阿時不靈 所以不單止是消炎 大家知道 車梨子也有抗氧的作用 尤其是痛風這方面的問題 是很驚人的 其中在痛風這方面的研究 你知道痛風不單止痛得很厲害 又腫又脹 因為一年行都行不到 在加州 California Davis 那個campus裡面 發現每吃8盎司 8盎司的車梨子 可以大量減低 那個尿酸的水平 可以減低很多消炎的標誌 所以車梨子在這方面 其實也有很多科學方面的研究 吃多一點不怕 沒有副作用 對 沒錯 始終是天然的食物 你不用擔心 有些人說 簡單來說 我曾經所說的 其實可以什麼都加在一起 煮一杯綠茶 加上兩片薑 或者加些薑粉 再煮好一點 就加些車梨子汁 或者石柳汁 想起都很好喝 其實本身來說 是一個味道不錯的飲品 是的 醫生 之前我們說起大麻子油 剛才我們說起很多不同的油 也想問一下 大麻子油會不會幫到消炎 還有它是否有什麼好處 有些健康店說到它很好 是不是這麼好的 一般人不太認識 一聽到大麻就說 大麻會不會上癮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醫療的政治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天然的物質 包括鴉片也好 大麻也好 其實我們現代的藥業 建築的基礎都是鴉片之上 其實很多的西藥 都是由鴉片裡的成分慢慢地改造 來提煉出來 那大麻的大麻 大家都知道 大麻是被禁 是一種禁的用品 在美國有很多州 已經將它慢慢所謂合法化 起碼地改造它 不會當作一種重的毒藥 來體待 其實那個大麻本身 其實這個植物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應用價值 我記得在前一陣子 在三、四年前 在澳洲 有一間天然用品店 看到有一雙波鞋 他強調鞋底是用那些 車胎 那些舊的膠 製造的 鞋面是用那些大麻葉 裡面的纖維做出來的 是很耐心的 而且是很涼快的 它不會很焗的 在網上我也看過這些資料 其中一個是關於那個大麻纖維 做出來的車身 它的堅硬程度 是比鋼鐵更厲害的 我看回這個網上的片段 好像都是福特車廠 看它那個車的樣子 可能是六年代的汽車 它簡直是示範 這架車是用大麻纖維做出來的 車殼 然後拿了很大的鎚 不是普通的鎚鎚 是很大的兩隻手 扔的鎚 來敲它 是凹凹都不凹凹的 不敢不知 我不看我也不知道 是 大麻纖維可以這麼硬 很硬 它製造出車身 比鋼水的硬 但是一直都沒有被採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物质是天然的物质 当然影响钢铁厂的利润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没有被采纳的利润 我也看到在网上 今时今日跟大家再三强调 真正的资料是自己在网上看的 一个很自由的资讯发放的地方 很久以前有关于北美洲 包括在加拿大 一个组织很强烈的要求把大麻油当大麻合化化 原来大麻油不是大麻纸 大麻叶里面提炼出来的油是可以医癌症的 所以有很多医疗作用 也知道在大麻我认识有些人有精神病 或者情绪病或者情绪抑郁得很严重的那些 唯一一样东西可以帮助到控制得好些 没有什么副作用少些的都是大麻的 在外国大麻是很多医生开治的 是用开治给你用的 即是你很合法去用的 我们也知道荷兰这个地方 大麻是整个国家对于这种 天然的物品都是在开放的态度 所以其实在自然医疗里都可以这样提及 自然医疗不是无效 不是没有科学根据 是绝对有效 有效得来是没有副作用 或者绝少副作用 从来没有听到的人 用自然医疗的工具是死的 是很少很少的 在纽西兰政府曾经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一钟都没有的 一段时间的分析是完全没有人死在于自然医疗的工具 但是为什么这么好工具 也这么有效的工具 都被这么少人认识呢 其实是被不断被打压 可以简单来说 香港世界上很多的法例 都是不鼓励你用 尽量是希望你没有什么机会 用到自然的工具 这些法例其实香港都有的 这个我们叫做恶法 其实很多的 天然的工具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刚才说起饮品 饮品当然了 很多人喝汽水 是不是 其实汽水来说到底是怎么样呢 是一个好的饮品呢 不好的饮品呢 是不是 我知道喝汽水喝很多会肥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呢 汽水里面是很多糖的成分 我们也说过了 然后糖是很差很差的 那糖对那个关自然是怎样差呢 那糖呢 第一会制造很多游离机的 那有一本书叫做Sugar Shock S-H-O-C-K Sugar Shock 那那个作者是Cony Burnett 其中一位作者 和Jim Healthy 那他就说出呢 就提及有一个研究呢 是一个很出名的内分泌的专家 Dr. Parish Danola 在那个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美国州立大学 那个水牛城的州立大学 那他发现呢 如果我们喝那些 就是糖分高的那些饮品呢 会增强增加我们那个炎症 和呢 亦都会是导致我们那个游离机 不断地产生的 那所以呢 我们知道游离机 是非常之活弱 和呢 会破坏我们健康的细胞 包括我们关节那方面 好了 那这个就说呢 糖会制造很多这些 这样的游离机的问题 那糖呢 亦都会制造 会破坏我们骨胶原 我们的Collagen 会破坏我们这方面的骨胶原 那 它怎样破坏呢 那原来糖的那些分子呢 是会呢 是和我们那个身体的 那个软骨里面的骨胶原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就 将它那些骨胶原的组合 是交叉 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可以 搞乱它那个结构 那个分子的结构 那从而呢 是引发了一种炎的反应 炎症的反应 那这种这样的炎症 就会 它反应是会 就是会 产生很多一些酵素 那这些酵素呢 就会直接呢 是消耗我们的骨胶原 那令到我们的关节呢 就有僵緊 以前就是 油油油软的 油油软的 油温的关节呢 变成的 向后是塞满一些油软度的 那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呢 是那个 我们这些 lasting 就是那个糖分呢 我们的sugar bonds 糖分呢 和骨胶原 是直接会破坏 我们骨胶原的结构 那我们都知道呢 糖呢 便会促进我们的老化的 糖的问题 喝太多这些糖分的食物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血糖飙升得很厉害 出现我们身体就出现一种叫做 胰岛素的反应 胰岛素的作用 是将我们身体 没有即时用得着的卡路里 即是葡萄糖的卡路里 即时将它转变为脂肪 来到收藏在我们身体的脂肪的细胞 所以大家看到 人们经常都不了解 经常都想着 看到肥腻的东西就不敢吃 其实要令你肥 最容易导致你肥是甜品 是糖 因为整个过程刺激胰岛素的反应 看到身体的糖分一高 就会将糖分直接变为三油脂和脂肪 所以糖是令你肥 我刚才说 我们血里面的糖的提升 和胰岛素的提升 就会出现一种炎症的副产品 一种可以叫做垃圾的产品 这种产品英文叫Ages Ages的代表是A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 简单来说是糖化的 即是过度活跃的糖化产品 这种物质Ages 是会导致我们身体所有细胞老化的 包括我们见的老人班 在我们的软骨里面 这个Ages 就会令到我们的软骨的正常维修 和重建出现问题 因为Ages 这些所谓垃圾的副产品出现了之后 它会堵塞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结构 即是等于这样的 不如你要维修你的家 第一件事 先把家里的旧物质物 要清掉 这些Ages 就是这样的 阻挡着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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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垃圾在这里 所以看到 糖尿病的人 通常他们的关节炎 也比一般人高 因为背后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糖就会令到我们肥 正我刚才所说 就不是肥的食物令到我们肥 不是油腻食物令到我们肥 主要是我们的糖分 因为如果我们身体的葡萄糖的卡路里 突然之间有过剩出现 身体就一定要用力而倒数 然后将它变成脂肪和三金油脂 将它放在脂肪和细胞里 通常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肚腩 所以肚腩仔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身体肚腩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 是心脏病都会高一点 因为同一个机制出现问题 在一个很出名的Framingham study 这个很出名的很大型的 跟进了很多议员 他们都发现骨质性的关节炎和肥胖 是有直接关系的 很密切关系 对了 一般人都想着 因为肥胖 对了 那導致关节的压重量 就是受压 会导致关节问题 其实问题 不只是重吗重量 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的本质在化学上 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或者我们就谈先到这里 一会儿再来 我们继续解釭一会儿 再回来 我们继续去去 讨论关节炎的问题 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我們又回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繼續說,剛才袁醫生說到飲汽水很大問題 又令肥胖症,又會引發炎症 但我們每個人都很喜歡飲汽水 從小到大量大量水喝,那又怎麼辦呢? 袁醫生,可以我們減少一點嗎? 減多少呢? 大家要知道一下 現在肥胖的問題很嚴重 如果寫在美國的地方 差不多肥胖和黏肥是世界排得最高的 很简单就是看它吃什么 在美国人的食物里面 所谓甜的食物和饮品和汽水方面 是占美国人的食物 所谓一般标准的食物的卡路利 是25%的食物 汽水、梳打、汁水 表面好像很健康 这些所谓的果汁 果饮也不会叫果汁 它叫饮品 其实糖分是占主要的成分 给大家计算一下 一瓶大约12盎司的汽水 一瓶大约150卡路利 是 一瓶大约150卡路利 一瓶大约150卡路利 如果我们一天喝三杯 三杯这些汽水的时候 你的卡路利大概是500.500卡路利 一瓶大约1500卡路利 这种饮法 足以增加你的体重是1磅 很厉害 一个月是4磅 很快肥 很简单 一罐可乐 三罐可乐 三瓶大约1500卡路利 差不多一个月内 会增加4磅 刚才美国来说 65%美国人 都是过肥半的 对呀 美国不怪那么多肥人 对呀 就是看重过高 其中三分之一 只剩下疾肥 差不多6600美国人 就是属于overweight 很严重 你也看到了 也了解到 为什么美国的医疗费用 是这么头尺 对呀 就是破产了 因为肥半真的引发很多病 美国人用医疗方面的开支 比美国用在军费高 你猜都猜不到 1.7兆亿美元 好夸张 更多用在军费 那经常解释 病从口入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食物 那方面的 就是不理智的食物 是搞出来的 是 好了 再看看 现在人的服用糖分 和以前人比 大概200年前 他们的估计 美国人吃的糖分 一磅 是一年大概8.4磅 大概是平均 每天是2.2茶匙 但是 今时今日 差不多 他们的食物 的糖分 是一天成为一杯 一个磅 1杯 170磅 1元 哇 由8.4磅 1元的糖分 升到170磅 哇 有时候 你还有一些 很多糖分 除了我们的 直接的白糖 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 这些所谓 叫做 粟米 最后 其中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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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FCS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些标签 很多时候它亦都不将这个是属于糖分 它亦都被你以为这些是属于另一种sweeten 不是sucrose 不是借糖 这些这样的糖分在美国差不多每年 这种糖分是吃83.5磅 这种是炎症的糖分 所以可以看到汽水和这些甜的饮品 是主要导致今时今日的文明人的痴肥的主要原因 是呀 真是很恐怖 还有什么糖呢 其实是不是果糖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粟米 就是果糖 这些都是精製糖 也不应该吃的 这些都是糖的附加品 有些时候人们就想着 哎呀 我不用这些 因为这些刺激的卡路利方面 就是跟一般的借糖不同的 那因为它的生肚的生肚代謝 是不会一般那些借糖那些这样的做法 那会不会减低那个身体的三油脂呢 也都会不会呢 它也都不会导致我们那个 宜岛素的这种这样的反应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它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甜的添加剂 HFCS 它不会令到你吃了之后呢 有种脑里面呢 是出现一种叫做满足感的 嗯 就是有些人吃了糖呢 就会增加满足感 是吧 吃了巧克力 那样的 但是呢 发现呢 我们这些人呢 如果是在吃这些这样的饮品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 那个 就是身体的脑袋 那个满足感那种 就是吃饱的那种感觉呢 是会更加难出现的 那发现呢 一般人呢 如果是吃东西的时候 还有呢 是喝 就是吃这些甜的汽水 那么这个呢 其中一个研究呢 是用这些老鼠做的实验的 那么他发现呢 他们呢 如果是一边给他喝甜品 一边他吃东西呢 他进食的那个食物呢 是会增加脂肪呢 是增加成90%的 就是很明显呢 那些人呢 一边喝汽水 一边喝食物呢 是会令到你呢 是吃东西吃得更加多的 更加多 更加肥的 是的 那就是说呢 譬如他做其中一个研究呢 他说如果你吃午餐里面呢 因为有这些这样的汽水 的半饮呢 那你进食的卡路里呢 是增加多 108个cal 那么原因呢 最问题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汽水呢 就是有这种这样的 HFCSD那样的糖分的汽水呢 是令到一些人呢 是感觉上呢 是不饱的 不够饱的 那于说他呢 他就会喝得更多 吃得更多的卡路里了 那所以你看到呢 很多的快餐店呢 很喜欢有这些汽水 很喜欢 因为呢 你会吃得多些食物的 自然呢 会令你呢 那些汽水呢 你才能够够够够够的感觉 嗯 好了 那那个 那个汽水呢 不单止是那个糖分的问题 那汽水呢 尤其是可乐呢 它含有什么呢 含有什么呢 含有磷酸的 phosphoric acid 那磷酸呢 我知道身体呢 有酸碱这个 这个的平衡的 那如果 那如果 磷酸多呢 就会令到我们身体的那些抗物炎呢 骨头里面的抗物炎呢 是会被流失的 那导致呢 是骨质松疏 这个问题的 那其中一个 抗物炎呢 这种磷酸呢 就会抑制我们身体呢 是吸收一种微元素 叫做manganese manganese 骨的那个微元素 那和磷酸呢 我曾经会流失的 比如 尾和钙呢 因为这种是简性的抗物炎来的 那我知道了 身体骨落呢 是需要钙的 需要磷的 不认为大部分人都这么缺乏 这些磷酸呢 没错了 那这些这样的轮酸 直接会令到这个流失 但是轮酸呢 也都妨碍我们身体呢 吸收一种 猛的微元素的 嗯 那这种这样的微元素呢 如果是那个 就是那个水平低呢 就会令到我们 跟那个 稳定性呢 是破坏了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结构那方面呢 就是那些 软骨 组织那方面呢 是出现 就是做得很弱 那就很容易就扭伤啊 或者脱胶啊 这方面就会容易出现的了 那所以我稳定是需要多些 就是猛这种 那好了 什么食物呢 猛的成分呢 会多呢 就是 菠萝 菠萝 菠菜 菠菜 葱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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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会帮助这方面抑制我们的炎症 帮助我们的关节能够增强它 当然我们服食这种猛烈的微元素 其实其他很多的维他命都很重要 因为维他命会帮助我们吸收得更加好些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 第一,如果大家觉得汽水这个习惯很难戒 记住一下,你能够戒一戒汽水 一个月戒一戒汽水 你的身体重即时会消减很多 因为任何糖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问题 但汽水真的很难戒 如果真的不喝汽水 有没有什么替代品呢? 其实我们在饮品方面 习惯了在快餐店方面 喝这些包装了的饮品、汽水 包括不同的甜的饮料 那些叫drinks 其实它不会叫做food juice 它叫做food drinks 其实主要的成分都是水和糖 简单来说,喝水 身体的骨骼 最后软骨是需要水分的 起码80%的软骨也是需要水分的 有时觉得水分很寡的 没有味道的 很多人都不愿意喝淨水的 那就加些柠檬 加些一片香橙 或者加些薄荷叶 可以令到你的水分的味道更好 另外就是喝梳打也好 如果你要喝梳打或者喝果汁 可以把那些饮品混合抗泉水 我喜欢喝些抗泉水 例如果汁 果汁本身就算是纯的果汁也好 就算是鲜榨的果汁也好 如果你加些一半一半 加些抗泉水 即是你变成喝果汁的口感 也有抗泉水 即是汽水的那种 香蕉 也挺好喝的 是的 那譬如 就算你要喝那些草茶 herbal tea 或者姜水 姜茶 那你也可以加一些 龙舌蘭 即是阿甲氏 或者大家都听过甜菊糖 是吧 甜菊糖很久的历史 一直都很久的历史 在中国和日本 很多饮品 飲料方面 他都用这个工具 他发现他不单止是 没有卡路里的问题 亦都不会产生 这个胰岛素的 異常的反应 其实他有一些 可以保持 保存食物的新鲜感 那你知道 最近被禁了一段时间 好像是否解封了 现在又解封了 其实被禁的背后 如果大家研究这些 你会知道 很多很多医疗的问题 背后都隐藏 很多是医疗的政治问题 是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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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为什么当时 就要甜菊茶 甜菊糖会解封 就是会被禁 就是清明 有些很有势力的 制糖 糖厂的公司 去控诉 那样 施加势力之下 这个政府 就是财团 很害怕财团 他也是被屈服之下 就将它禁了 那就是说 这个不是代糖 Steven 不是代糖 可以当做food additive 就是食物的附加劑就可以 但是你说 当作一种sweetener 就不准 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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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名词 所以在美国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都可以买的 但是你不能说 是一种sweetener 你只能说 是一种食物的附加劑 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喝绿茶 我刚才说过 绿茶 你也可以做得甜点 绿茶 红茶 什么茶都好 你也可以加一些糖分 例如stevia 没有卡路尼的甜菊糖 或者有一种物质 D-ribose ribose 是一种核糖 五碳的一种糖的 molecule 糖分通常是绿碳的 的元素 的元素 Ribose 就是五个 就是一种核糖 这种核糖 不单止令到你有一种甜的感觉 原来它也帮助你身体 产生的细胞 产生能量 所以喝这些 直接可以增加的人 能量可以增加 感觉上是精神好些 再喝低脂肪 就是低脂肪的牛奶 牛奶始终也有钙的成分 如果你要喝 你就喝低脂肪的牛奶 还有就是 Ice Coffee Ice Coffee 但要小心 不要吃糖分很高 外面你买那些 成大杯 其实有很多很多卡丽 所以喝咖啡的时候 有些是用齋啡 亦都可以加一些 CV 好了 还有一些 简单来说 将一些一般的果汁 就算是苹果汁也好 什么也好 总之是加一些 矿泉水 我就很流行 我很喜欢用那些 矿泉水 所谓的那些 那些 Sparcling mineral water 来到加下去 这样 领水 领水 或者是领汁 都是用CV 或者用D合糖 来做 我大家提及 车泥子汁 和石楼汁 本身也是帮助我们的关节 它本身也有糖分 亦都可以用一些 用豆奶 豆奶 你可以自己加些 Paris 或者加些香蕉 可以令到它的味道 喊狗好很多 嗯 很好 大家可以知道 有些什么可以 好好喝 又有益 自然喝少了很多 这些 汽水 其实呢 刚才袁医生说到 Hitton 就是糖分 其实很多时候 原来我们 不经不觉 在一些平时生活里面 你不用加白糖 你都吃了很多 例如白米 有很多 市面上的 包装的饮品 蛋糕 甜品 哇 里面都是很多很多糖 超甜的食物 大家要小心一点 还有刚才 袁医生提到甜菊叶很好 其实龙舌草物 也是一个新出的健康代糖 对吗 是 可以用 或者是 莫拉斯斯 可以吗 莫拉斯斯 糖分也是比较高 也比较高 也比较高 像蜜糖 也比较高 卡路里也比较高 不是说不可以用 总之不要用过量 其中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是的 大家喝这个饮品 或者现在都知道 其实很多不同的糖分都可以吃 其实选择很多 如果你吃得多这些健康的东西 自然就吃少些不健康的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食物 也是一种习惯来的 那我们现在不如想想 除了食物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忙处理到 这个炎症的问题呢 刚才我们讨论过 我们私底下讨论过阳光 其实晒太阳又怎样的呢 有什么好处呢 真的帮不帮忙的呢 就是很多人 或者对食物方面 不是很有兴趣的 吃很多食物的补充剂 或者它更加可以 没有什么兴趣 那就是我说 除了喝喝吃吃之外 有什么方法 不是喝喝吃吃的呢 都可以帮得到呢 那其实呢 这方面呢 我们最近呢 在医学上科学上 是发现一个很大的 重新的新发现 就是太阳晒太阳 他说呢 如果你每日呢 是晒10分钟到20分钟的太阳呢 就会吸收那个维他命D 那么呢 就会 其实呢 是对那个骨质性关節炎 铝峰式关節炎呢 都非常之有治疗的作用呢 是的 而且你记住呢 这个是不用钱的 是的 我刚才所说的东西 始终的你去 都要购买回来的 但阳光呢 是完全呢 都是不用钱的 那么 那么 那好了 那么最近的 很多这方面的新资料 那包括呢 在一个临床的研究呢 发现呢 维他命D 因为太阳 太阳的最主要原因呢 是 令到身体呢 是制造多些维他命D 嗯 那维他命D呢 是可以改善呢 两类的 骨质性的关節炎 和铝峰式性的关節炎的 那也都发现呢 很多人呢 就 有骨质性关節炎的那些人里面呢 如果他的维他命D是不足呢 他那个问题呢 即是他那个关節炎的问题呢 是普遍是比较严重很多的 嗯 即是他的那个disability 即是他的伤残 那个子的程度呢 是厉害很多的 如果他是维他命D 是缺乏的话 那么 也都其他研究发现呢 如果你有足够的维他命D呢 是保持我们肌肉的力度的 和增强改善我们身体的活动能力 即是体力的活动能力呢 是会还有呢 是减慢 阻慢我们身体的那个 软骨的那个退化 那么这个完全是一个 科学的研究做出来的那个 那个结果来的 那么还有呢 研究发现呢 维他命D呢 可以减低那个发炎啦 那么 还有呢 心脏病呢 我经常都重复讲很多次啦 很多背后的那些慢性病啦 都是个炎症的 嗯 糖尿病啦 高血压呢 是最近呢 发现呢 前涅仙癌呢 和大肠癌呢 都 维他命D呢 都可以帮助的 OK 好了 那么 维他命D缺乏呢 是很明显的 是会增加这些这样的病的风险的 好了 那么你会问 就是哇 维他命D 就是说晒太阳而已 是不是 太阳一向都在了 是 到底这个问题多严重呢 是 好了 那么我做过一个研究 大部分的美国人呢 都是维他命D是不足的 你记住呢 维他命D是一种必须的元素 你不可以没有的 你不足够是会死人的 那么 那么发现呢 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呢 都差不多呢 在这个那么紧要的维他命D 都都缺乏的 为什么呢 那么在科学研究发现呢 他说呢 因为这种维他命D不足呢 是导致呢 是可以是 可以减少六十万宗癌症 如果我们 因为这个问题 如果维他命D是足够的话呢 其实六十 就是很多癌症都不会 不会发生的 那么但当然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不是 很多人呢 都是认为呢 曬太阳呢 是不行的 好了 那么但这个问题呢 不要只说白人的社会 这个是整体性的 那么有一个研究呢 全球性 有一个研究呢 发现呢 就呢 他说 他说 百分之七十五的男性呢 都有这个维他命D不足的 女性来说呢 五十一岁到七十岁之间的 女性呢 百分之七十呢 都是维他命不足的 而七十岁以上的女性呢 百分之九十呢 都是维他命D不足的 而维他命D不足呢 可以说呢 是大大增加呢 所有病 所有的死亡的原因的 可能你意外也好 或者跌倒了之外 很多病的死亡因素呢 都是和维他命D不足呢 的风险是增加了很多的 嗯 好了 有些人说 太阳无恕不在 是吧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 会维他命D不足呢 但是呢 哇 一想起 雀斑 每个人都不敢曬太阳 尤其是现在的女性 都是想漂亮 想皮肤白白正正的嘛 那你叫他去沙滩 他走出街都会担着白傘的哦 那怎么办呢 很明显啦 我们现在的现代文化 那些人都很怕 整个说 太阳点不好点不好 对不对 就是不要说那天漂亮那里 就是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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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說內臟不好 膽固醇膏 別吃這麼多內臟 譬如肝 牛仔肝 動物脂肪 牛乳類的食物和雞蛋 都是因為這些錯誤營養的訊息 導致很多人盡量少吃很多維他命豐富的食物 當然 到底太陽是否會導致皮膚癌呢 是否會增加皮膚癌呢 研究發現 如果你的維他命不足 就會增加所有病死亡的原因 包括皮膚癌死亡和黑色素瘤 Melanoma 這種皮膚癌是很嚴重的 殺傷力是很大的 這跟我們的維他命不足 於是很多人會認為紫外光不好 就算太陽也好 怕太陽一句說 以為太陽是我們人類的殺手 就是皮膚癌的主要成因 於是教我們用太陽油 盡量以為你鼻毛可鼻 有時太陽很猛 夏天 就唯有用太陽油 好了 太陽油的問題 就會減低我們身體皮下的維他命D 因為我們身體需要那種紫外線 刺激我們的皮膚 導致我們製造這些維他命D 因為塗多這些太陽油 導致我們的維他命D 即使接觸太陽也無法產生 還有我知道最近發現很多這些太陽油 本身跟紫外線結合之後 本身產生了一種致癌的物質 所以很諷刺 我們以為這件事是幫助我們的 其實這件事是大大的害了我們 對 反而塗太陽油會致癌 這個資料在外國很多 發現真真正正患皮膚癌的人 患癌的部位是不一定直接暴露在太陽的部位 很多時候這些部位是身體內側 即是不接觸太陽的部位 可能腰背的地方 或者大腿的內側 可能在腳、腳底的地方 這些全部都是不接觸太陽的地方 反而癌症是多的 是否因為那些部位沒有曬太陽 反而容易生癌 因為身體不接觸太陽 維他命D因此而少 而維他命D是有保護癌症的作用 所以相反地曬太陽的人 癌症是比較少的 皮膚癌也比較少 反而不曬太陽的人 死亡皮膚癌是更加多的 有些人說 或者我的地方是太陽很少的 有些地方可能接觸陽光也比較少 那怎麼辦呢 食物方面我曾經也說過 其實很多天然食物 都是對維他命D非常豐富的 或者說十大 維他命D豐富的食物 第一首選是肝和內臟 第二首選是沙文魚 最好是天然的 就不要養魚 第三就是蝦 第四就是敏魚 第五就是鳳鎂魚 第六就是魚油 第七就是雞蛋 第八就是牛奶 有些維他命D加了 說來說來都是肉食 好了 素食的人是吃什麼呢 吃紅色、黃色、橙色的蔬菜和水果 色素是要紅、黃、橙的蔬菜和水果 還有吃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深綠色的蔬菜 深綠色的蔬菜 叫Dark Livy Vegetables 這類的食物 全部都是在這方面特別高的 好了 有些人這樣說 食物那方面 食物可能有時候未必拿到足夠 我們需不需要吃維他命 D的補充劑 很多情況之下 如果你發現 你有機會 或者你的皮膚比較黑 或者年紀大 你吸收 製造維他命D的力量差 你就可能要考慮一下 用一些維他命D的補充劑 要吃的時候 吃一些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一種叫維他命D3 不是所有D 是D3 在英文叫膽蓄鈴醇 Colocalciferol 這種是維他命D3 維他命D3 這種維他命D 是幫助我們的皮膚製造維他命 那什麼食物有呢 是燜魚油 燜魚油 要避免維他命D2 ERGOcalciferol 維他命D2 是一種有害的維他命D 所以你盡量 不要吃這種維他命D2 所以要記住要買維他命D3 好了 發現呢 如果是嬰兒 這又是另一個研究 就是嬰兒嬰兒 嬰兒 如果她是嬰兒的時候 她的維他命D的成分高 通常她直接有機會曬太陽 不是包得實曬 她將來患的二型糖尿病 是Type 2 二型糖尿病 是減少了80% 好了 我們身體其實需要 起碼維他命D3 需要一千到二千的國際單位 International Unit 皮膚黑的人 她經常有機會曬太陽 但因為皮膚黑的人 她在太陽製造的維他命D的能力 弱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 黑人患癌的比例是高很多 而且癌症通常殺傷力較大 因為黑人的皮膚黑 在太陽製造的紫外線 幫助她製造維他命D3 是減少很多 年紀大的人也是 她發現當年年紀越大 但是身體製造維他命D的能力 是以你的年齡增長一直減弱的 到你70歲的時候 70歲的人的皮膚 製造維他命D 比較20歲的時候 只剩下四分之一 所以年紀大的人 都可能應該考慮 進食一些維他命D的補充劑 譬如每日大概2000到3000的單位 好了 但有些人都聽到 維他命D是做於一種 不是水溶性的 是一種脂肪溶性的 是脂肪溶性的 即是維他命D要高到中毒 是非常之難的 是吧 你差不多 你的進食量 差不多是要講 起碼一萬個單位 因為維他命D 是最近被重新發掘出來 是發現了一種 是這麼好的維他命 而最簡單的 竟然在太陽裡面 是可以拿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 如果經常有機會曬太陽 加上新鮮空氣的人 他病是真的少很多的 癌症患癌的機會也少很多 我們都知道 曾幾何時 我們達效藥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處理那些肺爐其實是什麼呢 在高山的地方 有新鮮空氣 以及不斷曬太陽 這方面 都是一種有效治療的癌症 是啊 但何時曬太陽好呢 有些人又說要早曬 有些人又說 例如你下午曬 會不會太猛太陽呢 曬多久呢 是啊 曾幾何時大家都聽到 曬太陽好有耶 不過不要在中的時候曬 因為在中的時候曬太陽很猛烈 曬太陽很猛烈 曬太陽就是日出 或是黃昏 這是一向有種說法 但最近的資料發現 不是的 因為那種紫外線的因素 有些紫外線 是曬太陽才有足夠的 所以曬太陽的時間 其實在中的時候曬太陽 也是那種很透霉 但是其實關鍵就是這樣 曬還曬 不要曬到燦 不要曬到栗沽 或者脫皮 寒掉疫苗 因為曬壞降 cuando曬太陽 呼籲降溫会出現許多遊離機 这就会直接跟皮肤癌有关 所以太太阳的巧妙的地方 你去晒 也不用太担心热日的时间去晒 总之你晒到暖到热 就不要晒到焦 那晒多少呢? 视乎你的皮肤的质素 有些人是很白正的 很快就很热的 有些人皮肤黑的 可以需要晒久一点的 总之最简单的guide line 就是晒就要晒 热日当空都要晒 不要紧要的 但最重要是不要晒到焦 就OK的了 其实很舒服的 又不用钱晒太阳 有阳光真的要出去晒多些太阳 有些人说要漂亮 究竟你是想要漂亮要白 还是要健康呢? 今集真的有很丰富的资料 很多谢袁医生 我们的时间又够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多谢袁医生分享 好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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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